河南省信阳市惊献千年大墓 墓中出土了一顶牛肉汤和一把千年宝剑 历经岁月变迁 这座大墓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墓葬 两千多年前的官国将如何搬运 而墓葬的主人又是谁 让我们走进今天的纪录片 揭开千年大墓的秘密 2016年4月 河南省信阳市北部承阳城遗址区内 一处标记为M18的墓葬 成为考古发掘的重要工作 M18墓葬处于信阳市北部的秋庄村 锅楼祖南部 近邻淮河故道 根据考古发掘计划 首先要对墓葬表面进行清理 然而连续不断的语迹 妨碍了考古进程 直到11月 对M18墓葬的发掘工作才重新展开 M18墓葬平面呈甲字形 有一百多平方米 有墓室和墓道两部分 是斜坡墓道 随着一场大雪的到来 墓室表层的填土已经清理完毕 考古院惊奇地发现 排列整齐的裹板上面 覆盖有草栈 也就是草席 这说明M18墓葬确实没有被盗掘 如此大型的墓葬保存完整 使考古人员更加兴奋 随后M18墓葬的发掘工作正式展开 工作人员首先对草席进行加固 加固后开始对草席进行提取 经过一天的工作 覆盖在裹板上的草席清理完毕 整个墓葬的裹板显露出来 2016年12月9日 考古人员开始搬去果板 然而由于果板重量过重 使坚硬的钢管出现了变形 它们只能更换工具进行作应 经过不断努力 第一块果板终于被搬了出来 果板下面有很多积水 而水的酸碱度会影响文物保存的完整性 随后他们抽取积水进行测试 测试结果显示 果板下的水呈中性 由于人工搬去果板费时费力 考古人员决定使用吊车搬去果板 很快果板也清理完成 目视情况显现出来 果室内充满了积水 由于积水严重 考古人员只能先将果室内的积水清理出去 积水抽取完成后 工作人员开始清理后室和南侧室掉落的封板 随着封板的逐渐清理 掩埋在下面的器物开始显露出来 他们首先提取了后室的文物 清理出一些弧 豆等桃李器 在后室南壁还发现了一件铜鸽 而铜鸽的形质是典型的战国中期偏晚的形质 后室已经基本清理完毕 第二天 考古人员开始对测试文物进行提取 测试一共发现了五支桃顶 都是祭奠用品 桃顶内布满了淤泥等杂物 然而在一件桃顶内竟然发现了动物骨骼 加上桃顶内的积水就好像一锅肉汤 动物骨骼质地酥软 轻触即碎 需要加骨才能比较完整的提取 由于现场工作不齐全 考古人员只能先用包装膜包好 择日再提取 通过众多的出土文物 考古人员确定 M18墓葬是一座战国中期的楚国墓葬 而此时室内考古实验室传来消息 经过检测 桃顶内动物的骨骼是牛骨 年龄小于1.5岁 根据古人誓死如是生的观点来推测 是熟牛骨的可能性比较大 至于这是否是一顶牛骨汤或牛肉汤 目前还很难判断 在古墓发掘两天后 又一件文物的出土 使墓主人的身份渐渐明了起来 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些甲片 皮甲的出土 进一步说明墓主人 很可能和武士征战有关 随后又发现了凤鸟虎座骨 凤鸟虎座骨 是典型的楚国文化风格的七墓器 经过三天的清理 墓葬的后事与测试都清理完毕 接下来的重心开始转向主室 在提取主室的衡量时 发现相邻的两块果盖板 用燕尾笋结合 主室内果盖板陆续取出后 考古人员发现 主棺外有棺树和荒围 荒围是罩在墓主棺框上的帷幕 大多是丝织品 服饰有各种图案或金属坠式 在战国时期 荒围一般只有贵族才能使用 棺树是古人用皮革树和棺木 确保棺室的封闭和完整 而棺树的发现 也意味着主棺没有被破坏 考古员决定先将主棺完整地搬运出来 再进行挖掘 由于放置主棺的墓室空间狭小 考古工作者决定将主室进行注水处理 利用水的浮力使主棺浮出水面 并在主棺周围搭建钢架和岛链 来进行支撑和启运 主棺在经过上千年泥土的腐蚀 已经变得脆弱不堪 考古人员在接下来的每一步 都必须非常小心谨慎 在主棺注满水之后 工作人员对荒围 棺树以及主棺棺体 进行紧急加固处理 随后他们开始尝试 用吊带将主棺从水中拖起 几个小时后 主棺终于从水中起吊出来 放在提前准备好的铁架上 然而被启运出来的主棺 一旦脱离之前的保护环境 很容易发生断裂或质变 于是考古工作者赶紧用保鲜膜 将主棺包裹密封 12月19日早上 开始了紧张的主棺启运工作 考古人员首先用定制好的钢架 对主棺周围进行加固处理 为了防止主棺在高空中出现晃动 又在钢架底部的四角固定上吊绳 方便控制主棺的平衡和稳定 在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 主棺最终被安全地放置在运输车上 随后拉往阳城阳指实验室 主棺被安全送往实验室后 考古人员在棺果盖板下方 发现两处木蝎的痕迹 木蝎一般是用来固定棺果 然后再用皮革竖合在一起 使棺果更加坚固 考古人员决定把这两处木蝎拆除 木蝎拆除后发现了疑似胶状物的东西 那么这些胶状物是古人用来粘合棺盖 与棺体的加固剂吗 紧接着开始对棺内进行扫描 然后再发掘 让人意外的是 在经过一系列扫描后 在封闭的主棺内并没有发现内棺 这让考古人员感到疑惑 12月30日 真正的开棺工作开始了 考古人员尝试将钢板 一点一点嵌入棺板缝隙中 并使用木蝎撬开棺板 但是棺板与棺体非常紧密地贴合在一起 这让开棺工作加大了难度 为了防止在开棺过程中 棺体本身出现松散损坏 考古人员都非常小心谨慎 随着木蝎的不断深入 棺板逐渐被打开 封存千年的秘密即将呈现在人们面前 棺内有一件兵器 而在开棺前的扫描中 竟然没有发现这件兵器 这让大家都十分诧异 一切准备就绪后 开始对棺内文物进行清理 首先被提取出来的是一支箭 随后弓的大部分也被提取出来 接着开始提取箭 提取工作完成后 对于箭的清理工作也随之展开 考古人员仔细清理后 箭鞘逐渐显露出来 在历经两千多年的岁月侵蚀后 箭鞘依然完好无损 他们试着将箭身拔出 箭身夺目而出的那一刻 惊艳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 这是一把青铜剑 剑面上蓝色脆火的痕迹 证明这是一把新的青铜剑 虽然时隔两千多年 但它仍旧完好无损 出于对文物的保护 考古人员没有对其进行锋利度测试 而青铜剑的出土 也印证了牧主人武将的身份 然而牧主人的尸骨 早已和关内各种沉积物 粘合在一起 至于它到底是谁 还需要考古人员进行进一步研究 我们才能知晓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